张柏芝儿子被问能否接受自己有后把他回答的七个字引人心疼 他们就是张柏芝和谢霆锋 这俩人颜值相当配对 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后变不住婚姻的殿堂 随后也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是后来由于情感的波折 王妃也陷入了他们俩人的感情悬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妃是谢霆锋的初恋情人 张柏芝则是后来出现在他生命中的 王妃的优秀无人能比 但是张柏芝也有自身的魅力 但在婚后 俩人的婚姻因为张柏芝的绯闻而出现了裂痕 让人稀疏 三角恋让人着实难办 更何况还有孩子 谢霆锋在中间也十分难办 但是最后他听从了内心的选择 选择了真正的爱情 与王妃在一起了 这种无谓的爱情真的是让人十分感动 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觉得 谢霆锋做得很错误 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也是很不负责任了 当有人问到张柏芝与谢霆锋的儿子 如果妈妈给你找了个后爸 你会接受吗 当时张柏芝儿子回答 妈妈好自己就好 这样的回答真的是令人心疼 小小年纪就这么的懂事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输出你的看法 2.谢霆锋对张柏芝跟儿子为何默不关心 赵薇说出原因 原因让人心酸 娱乐眷离便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和小八卦 一起走遍世界 每天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娱乐八卦 分享出有一丝的娱乐娟八卦故事 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充实 自从谢霆锋与张柏芝离婚后 大家都说谢霆锋是个冷漠的人 因为她在离婚后 基本上对前妻跟孩子都是默不关心 即便是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见她回应 两人当初的恩恩怨怨即便不能扯平 但是却没必要牵连到自己的孩子吧 而反过来看张柏芝 在离婚之后就一直紧到当母亲的责任 两个孩子在她的养育下也是快乐成长 很多人都认为谢霆锋是一个自私的人 其实不然 在一次采访中赵薇被问到关于谢霆锋对待母子三人的做法 她作为谢霆锋的好友之眼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冷漠 而是谢霆锋在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他们三个人 毕竟很多时候媒体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故意搞噱头 如果自己过度关心的话 反而给孩子的成长环境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其实赵薇说的话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毕竟父爱如山基本都是如山一般深沉 因此身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谢霆锋是不可能毫无感情的 因此网友们听了这些话后 也是忍不住泪目了 看来是真的误会谢霆锋了 3.有一种平等叫张柏芝的儿子们 上帝亲了老大的身高 也摸了老二的脸 U.C.S.和老二小Q才是最受全网热议的焦点话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要从当年张柏芝和谢霆锋的感情故事开始说起 虽然说他俩早就二零一二年级又已经不在一起了 但是两人共育的儿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则收到了围观 比如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故事 有一种平等叫张柏芝的儿子们讲的就正是 上帝在亲了老大爷刘西里斯身高的同时 也摸了老二小Q的脸 首先要知道的是当年刘西里斯的出生可正是张柏芝和谢霆锋 最为恩爱的时候 再加上爷爷谢様的原因可谓是风靡全网的新二代了 不过自从弟弟小Q的出生 和父母的分开 他就成为了独挑大两的哥哥 于是别看他如今才不过十多岁 但在身高上却已经较比起同 凌人十分的出众了 已然快要和妈妈张宝之一般高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成长为 像爸爸谢霆锋一样的男子汉 来保护妈妈和两个弟弟 再看小Q当年的他 还是跟随在妈妈身边的小婴儿 不过如今等他长大后 完全是兄弟当中 长相最为帅气的那一个了 简直就是和颜值颠峰期的谢霆锋 如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帅气呢 看到这里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不知道在张宝之的三二子当中 你是喜欢作为哥哥的老大刘斯 还是作为弟弟的老二小哭 还是刚刚一周岁的老三小王子呢 四一百多年前 法国人拍下了真实的清朝 可别再被电视剧给骗了 正所周知 清朝是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所遗留至今的史料 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数量都是最多的 而在晚清时期照相技术传至我国 所以清朝末年有很多照片被保存了下来 一百多年之前 一位法国人前来到了中国 他拍下了最为真实的清朝 而这些相片与清工具当中所展现的截然不同 可别再被电视剧给骗了 在清朝的三百多年当中 这会非但没有进步 反而在不停地后退 我国也逐渐从昌盛到衰弱 慢慢开始被西方国家拉开了距离 而我们所知的坑前盛世 也仅仅是个笑话罢了 在这之中除了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之外 对外战活接连不断 对内不断地进行镇压 百姓生活十分艰苦 因清朝赋税极其严重 而导致百姓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而在法国人所拍的相片当中 看到的都是瘦弱不堪的百姓 以及破旧不堪的城市 拍下这些相片的法国人名为阿尔伯克卡文 在他当初的内心当中 认为清王朝遍地是薄 各种宫殿淋漓 但在他亲眼看到了破旧的城市之后 失望之极 实际上 清朝统治者以及达官贵人所生活的地位 确实极其奢侈 但这些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得到的 在满清入官之后 就颁发了替发令进行镇压 所以那时的人们都身穿奇装 但在上面这张相片当中 一些看上去好似官员的人 却身着前朝服装 这在那时实际上是极其大意不倒的 但这些服饰看上去或许是戏服 实际上 在晚清时期的统治者福报无能 这会动荡不安 百姓颠沛流离 整个清朝早已处在毁灭的边缘 5.她是晚清第一代美女 扎像素都掩盖不住美貌 却被慈禧害苦一生 岛屿 清朝晚期拍照技术流传于我国 由于当时拍照椅子的成本比较大 寻常老百姓家里是不会留有那时的照片的 能够经常拍照的除了满清贵族 机关幻世家 其他人可是无福销售得起 清平全力的把控者慈禧就是当中一位喜欢拍照的资深玩家 慈禧酷爱拍照 并且对这些养玩意接受程度较高 据说慈禧流传至今的照片有七八百张之多 其中包括单人照与许多王宫贵族的合影 不过那时的照片保存完好的程度不高 有些也是经过现在技术复原的 看过这些老照片的人 许多都会感觉并不好看 甚至觉得那时的人好丑 比如慈禧 据说 慈禧年轻时也是一位大美女 但是看着照片上这个样子 也丝毫没有任何颜值可言 在看其他的公主嫔妃 人们甚至倍感惊讶 那时候的人怎么那么难看 皇室成员居然就长这个样子 不说颜值 甚至觉得在气质上还比不上我们现在的普通人 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长得不好看 毕竟皇家成员每天好吃好喝的 还有专人伺候打扮 也有御用的保养品 当然不只是照片上看到这个样子 怪之怪当时的拍照技术有限 首先拍照的机器不行 再者说黑白照片也确实会把人拍得很臭 拍不出正常的样子 更别提当时没有修图和美颜的技术 实际上清朝有些女子在现实中远比照片上看到的要美得多 虽然这些黑白照片也显不尽人意 可是许多细心的网友会发现黑白照片中 有一位这么扎的像素都掩盖不住美貌的清秀美人 她就是站在慈禧的旁边那个 尽管像素非常模糊 但是隔着屏幕大家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的魅力 经过相关的考证的纸 其实这位女子就是晚清的第一大美女四格格 是清清芒的四女儿 四格格从小相貌就十分出众 温柔体贴加上家中地位显赫 山的慈禧的宠爱 正因如此慈禧为她签了一桩姻缘 而正是这桩姻缘害苦这个貌美如花的格格 慈禧太后为了向君记大臣御露示好 便将四格格许配给了的君记大臣御露的儿子 四格格与这个男人也未曾谋面 就像水一样泼了出去 但是在他们成亲之后 慈禧又要求四格格敞伴自己的身边 将留宫中陪她 导致夫妻二人婚后见面都没有几次 更是没有留下过一个子私 只陪着慈禧在宫中消磨时光了 其实四格格的丈夫认为能够娶上这样的妻子 还是十分满意的 不过因慈禧的强行拆散 四格格的丈夫只得郁郁而终 慈禧更是害苦了四格格一生